看完腰尾,你看我這個都還沒有撕下來 因為氣氧腰尾的只有我不及格 所以我要加油 南部的,南部這個 就是說中年以上比較胖的 五都裡面是高雄是最高的 那我就是代表的這個 代表座之一,所以我要加油 那剛剛也非常感謝我們署長 當場這個有宣布 就是今年八月份以後 我們這一個活動 就是納入我們健保給付 納入健保給付,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是委員的質詢 我們請黃昭順委員,12分鐘 主席我想請署長 署長好 主席剛才自我消遣說只有他不及格 其實很多還是不及格 我是及格的啦,幫大家 署長我是不及格還是符合標準 國際標準 國際標準,你也不按 你也不按,這個要有錄音的 國際標準 我是國際標準的齁 因為我包括我的文獻每次都印這個給大家 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健康齁 那署長你以後要上台 第一件事就跟我們的主席講 你今天還是太胖了一點點齁 好,那我想這開玩笑齁 我們希望我們大家都是健康的 我想長照服務法真的是在大家千呼萬喚 終於出來了齁 那我在講長照服務法之前 我要請教署長幾件事齁 第一件事就是 我想前兩天啊 包括前一段時間有很多的醫生 其實他整個的工作環境是非常非常的差 包括台大醫院 包括前兩天蘋果日報 我們都看到 那我不知道署長對這樣子的一個醫生的一個工作環境 那麼長的一個時間 像前兩天那位應該是 應該是哪一家 齊美的齁 那個醫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有沒有任何的一個補救的方式 來對這個部分 有 對 對,那個我們大概 我還是提一下 這個因為醫師他的持續性 緊急性 不可依其性 所以 還有他的是責任制的 所以 比較不容易規範 因為我自己職業 我大概有這種經驗 我知道 我想現在目前我們開始是 在醫院的評鑑基準裡面 定有醫師診察能力跟工作量 他是比較客觀的 但是在對住院醫師 有非常詳細的規定 我想署長 因為一而再二三的發生這些事情 我希望我們不是只有一個評鑑的東西 我們能不能對 因為現在醫師大概有幾項東西 對他們來講是很急迫需要的 一個是無過失責任 像剛剛早上一早 黃淑英委員就提到 婦產科醫學會 他們根本就招不到醫生 所以每一個醫生的工作量 你說孩子要生產 你叫那些醫生不去幫忙 那我想那些醫生可能也做不到 可是他們的時間 真的是讓大家很難以估計 像我自己的小孩也是在北醫 你說北醫的很棒 我每次拿那個 跟他臉書跟他講 就是告訴他 你不要工作過量 所以我想你只有評鑑 大概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包括有外科醫師 我們現在找不到外科醫師 幾乎都找不到 沒人要幫你做 腦神經外科 沒人要幫你做 因為都是很精密 而且必須要那個時間 沒有辦法 你自己是腦神經 外科嘛 這個有時候你說手術規定他幾個小時 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臨時發生了一些變化 你說做了一半說請他下來 那也不可能 你對家屬也不公平 所以怎麼樣在這個當中 能夠取得一個 一方面兼顧責任 一方面實際照顧 我覺得這個部分 包括我們很多醫師希望的 無過失責任等等 我希望署長能不能在你多少的時間內 補助這個給他完成 年底保證一定有 年底應該會完成 那外科呢 外科我想要看科了 有些科大概還可以 但是所以我想 像例如老神經外科 我就知道這個很慘 心臟外科這個就很慘 老神經外科還不錯 還可以 因為你在代理是不是 所以你覺得還好 但是心臟外科呢 心臟外科可能住院醫師比較少 對 我想這些有風險的科 我請署長能不能一併 在今年的年底 包括無過失責任等等 把它列入對他們來講是一個保障 我覺得這樣子我們才能夠 會有比較好的醫療品質好不好 這個我們來研究 這個然後試著做做看 這個因為還是牽涉到蠻多 特別是無過失責任 對無過失責任 我們希望在年底以前 因為我們馬上衛生署 我會繼續向委員報告 不是跟我報告 是跟全體國人報告 因為全體的國人都很關心這些事 那第二件就是有關屬立醫院 我想我還是要提出我的意見 我記得SARS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首當其衝 而且最願意配合的 大概有兩個醫院 第一個是屬立醫院 第二個就是國軍的醫院 國軍的醫院跟屬立的醫院 當時是一間挑 我想署長應該還記憶猶新 所以雖然這段時間有相當多 這些風風雨雨的東西 但是畢竟這些醫院還是有很多 很優質的醫護人員 堅守幹位在這裡 所以我能不能要求 本席能不能要求 我覺得楊署長 他本來就很愛講話 他講的話也很多 那他講的話一定要造成很大的新聞 這是一定的 因為他從以前到這裡 到現在 他的黑衣服就是這樣 那個黑衣服就是這樣 那我想我們也不跟他計較 但是我希望署長 因為已經有兩波的弊案出來 那麼對很多的屬立醫院來講 其實他們心理上有一定程度的沮喪 你能不能夠把這些真的認真在崗位上 而且很努力的這些醫療體系的 你們給他們鼓勵 我覺得鼓勵可能會比這些東西要來得好的很多 所以我希望署長能不能在這一方面 給他們一些協助跟幫忙 報告委員 那個我們大概二十八家醫院 我自己跑三家 就是基隆 澎湖跟金門 我都去玩了 那其他的我們副署長 還有所有局署長 不是去玩去看過 都去看了 都去跟他們鼓勵 因為特別是基層的 去玩是台語 護理跟 護理跟這個醫師啊 那個藥師啊 都給他們鼓勵 去了還蠻有效的 對我希望這個部分 因為 我們所有的醫療體系 都總是你的手下 他們發揮的功能 你們就會輕鬆很多 而且雖然林鴻齒委員剛剛提到 說希望鼠立醫院交給視力機關 這個在本席來講 本席是不贊同的 因為當時如果有重大疾病 或者國家局需的時候 真的能夠扮演角色的 就是軍醫跟屬立醫院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的網絡 我想署長 你要堅持 你要堅持可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大概所有的 將近七成的 現在隔離病房 幾乎都在屬立醫院 所以他在防疫上非常重要 我想這個 這個部分我希望能夠做到 然後長照法 我今天的主題是長照法 陸陸續續也很多的委員 都提出了版本 我大概是在 您還沒有提出來 我就已經提出來了 因為其實長期照護 對太多的家庭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包括我自己的家庭 有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 有一點心酸 甚至於我都覺得 對不起我們家的兄弟姐妹 因為每一次他們需要照顧的時候 第一個犧牲的 就是我妹妹 我嫂嫂 都大概都是這個狀況 然後付出的那個經費 其實署長你大概很難想像 你大概很難想像 包括我一個同事 以前我在高雄 高一的 不是高雄市議會的一個同事 叫做汪修盛 我那天看到他太太的說 其實我非常的心酸 在那邊躺了五年 結果每一個月的負擔 幾乎就是要十萬塊 這個對很多的家庭 是沒有辦法負擔的 是沒有辦法負擔的 那我在這裡要講 我們前兩天在教育委會 做幼托整合 我覺得幼托整合 會比長期照顧 這個要切年齡 或者切狀況 其實是很容易的 像我們在切幼托整合 就是兩歲到六歲 那我們在看這個長期照顧 不管你是私冷 私自 或者你的年齡要怎麼切 我覺得署長我在你的法案裡頭 我看不出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而且我們發現 這個長期照顧的年齡層 一直在往下走 我們舉一個例子講 像前兩天 蘋果那個醫生 我們看到那個狀況 署長我不知道你的感想是什麼 你能不能講你的感想 那個才一個差不多四十歲的年輕醫生 可能都不到 那可能他的家庭就必須要照顧一輩子 知道 你覺得你的長期照護法 這個法案裡面 把這些都包含進去的沒有 是 現在是這樣 我們這個 在長照十年裡面有限制六十五歲以上 對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新的規劃 是以全私能者 全部的年齡層大概都包掛 希望都給他納入 但是我想 我看了一下 我們希望 包括像那位醫生 我覺得這個部分你不跟他納入 對他們來講太不公平 太不公平 像我在高雄有一個洗頭髮的一個小姐 他的先生是三十歲 碰到一個叫做什麼罕見疾病 結果就是躺在那邊 全部都失能 他們家沒有放棄 到今天為止沒有放棄 那整整已經有六年的時間 才二十幾歲 我們就眼睜睜的看著他們在那裡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署長 你所做的長期照護的這個部分 的預算規模有多大 能不能真的落實照顧 大概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服務法最重要的目的 在把這個整個長照服務架構起來 然後呢把品質做好 把所有的機構社區 居家社區機構都做好 你的預算規模大概是多大 大概是這樣 我們只是延續長照十年 那麼長照十年是十八億 那麼我們大概每年增加三到五億 那麼另外呢把投入十億的長照基金 對 這個基金呢每年還要投入二點五億 然後這樣原則上 這樣子呢 把這個整個架構做起來 然後服務 至於財務的部分 還是要到長照保險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看了你的資料裡面 對 我發覺你的預算是有問題的 對 而且也不可能能夠落實照顧 對不對 署長你必須承認這一點對不對 在現在就是架構這個網路 好 那就重要還是在長照保險 那長照保險的部分 你準備什麼時候提出來 這個大概這個架構 一般是跟著長照十年的話 大概一百零六年 原則上是這樣 但是還不 一百零六年搞不好 我已經沒有能力站在這裡跟你講說 欸你要怎麼照顧怎麼照顧 所以我想這個等待的時間喔 這樣長期的規劃 所以我看了這個整個的預算 規模沒有出來 人員編制沒有出來 整個的這個還是缺失非常的多 我希望署長 我們先一步誇出去 後面的我們緊接再來 我想你 我們很希望下一次的 行政組織法過後你是部長 這個 我很希望啊 因為我知道你這個部分是照顧得不錯 那我們希望這個部分 你能夠再加快腳步 把長期保險的這個部分 我們再納入好不好 謝謝